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酒吧新闻台的科技酒吧 我是你们店长杰米林志成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非常厉害的科技 访问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之前 我们要先来看看本周全球重点科技新闻 首先第一则新闻是来自美国的新闻 图片社群Pinterest完成了最新一轮的募资 3.67亿美元 那Pinterest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让消费者可以很轻易地 把他们喜欢的图片分享到网站上跟手机APP里面的一个社群 这个社群主要的用户集中在美国市场 最近的造访量呢 是月的造访量是达到7580万人次 那因此是一个非常受使用者喜爱的服务 那最近这个募资完之后 它的估值达到了110亿美元 就是11个Billion美元 加入了所谓的10个Billion美元的巨乐部 之前其实很流行这个1个Billion美元的巨乐部 所以做一个照片社群也可以达到110亿美元 就是超过3000亿台币的市值 这个如果在台湾上市的话已经是台湾市值前十大的公司了 所以我们恭喜Pinterest 第二个新闻是Snapchat 也是另外美国一个非常流行的社群 它主要是手机上让消费者可以互相分享月后集焚的照片 所以月后集焚就是我可以寄一个照片给你 然后有点像以前的Mission Impossible这样 你看了这个照片之后 三秒五秒之后这个照片就会不见了 你就再看不到了 你可以想象这种时候大家就会传很多很naughty 很调皮的照片 所以非常受到尤其是大学生的社群欢迎 那在18到34岁的手机使用者中呢 Snapchat已经很快的达到第三名的地位 这个是在创业短短的三四年之后就已经达到第三名 那只落后给Facebook跟Instagram 那Snapchat每天平均传7亿则讯息 只有1.5亿则的相片 被认为是Instagram的最大对手 Facebook旗下的Instagram 那Facebook以前2013年 2013年之后曾经想以30亿美元收购 Snapchat不过被拒绝 那最近Snapchat传出 即将被阿里巴巴投资2亿美元 那这个估值是用150亿美元 就是15个Billion 又是另外一个Purple Unicorn 好 所以分享照片传照片是非常受欢迎的应用 有很多很多人会用 然后很多人能用之后 你的公司的估值就会变很高 但是各位小朋友在收音机前面不要轻易模仿 这个必须要在巨大的市场才能够做 那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好 第三者的新闻是台湾本地的新闻 那台湾由国发基金跟九大法人 联合成立了一个总值15亿的创投基金 叫做本城创投 那这是由国发基金跟国泰人寿 群联电子 还有包括远传电信 联合报系 CID 华为国际 富邦人寿 中国信托与开发国际等九大法人 联合成立了一个创投基金 那主要就是要锁定网路公司 台湾发展网路公司太重要 发展网路产业太重要了 必须要把台湾打造成为东南亚系国 那这个基金呢 非常荣幸的是委托给 毕人小弟在下我服务的支出创投管理 那所以未来我们就会拿着这个基金 去投资台湾的网路公司 其中包括电商游戏 网路游戏跟网路广告 都会是这个基金积极投资的对象 那恭喜本城创投基金的成立 也希望这个基金 未来能够帮台湾带来更多的新气象 好所以以上是本周重点的科技新闻 再来我们要回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刚刚播了Alton John的Rocket Man 这首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是 真正厉害的科学 因为在美国 我们常在讲一件事情 没有很难的时候 在说It's not rocket science 这个不是火箭科学 所以表示真正难的科学 也就是火箭科学 而台湾一直没有把火箭科学发展起来 或者说我们之前曾经发展过 但是被遭到国际的势力所阻拦 但是有一群非常任性的人 决心要在台湾把火箭科技发展起来 就是我们台湾的前瞻火箭中心的主任 前瞻火箭中心 英文叫Advanced Rocket Research Center ARRC 今天请到前瞻火箭中心的主任 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教授 吴忠信 吴老师请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交通大学吴忠信 好 吴老师 请问一下这个前瞻火箭中心 到底是在做什么的 这个前瞻火箭中心 我们如果念快点叫ARC ARC就是有点像电弧 这个那个 钢铁人的那个 钢铁人的心脏也是一个ARC 然后这个ARC有点像地表一个弧线 我们的LOGO其实就是一个火箭要飞离地球 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镜 这个中心大概是2012年底的时候 在两三个朋友的捐助之下成立 2012的6月 然后主要的目标是希望透过这些科技整合 然后在大学里面 希望Eventually可以发展台湾进入轨道的能力 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所以奇怪这件事情不是听起来应该是国家该做的事情吗 为什么是有民间 尤其是在大学里面去成立这样的一个火箭中心 这个牵扯到台湾的这种科技政策 有时候是摇摆不定嘛 要做不做 我举个例子像韩国跟台湾其实同时在1990开始做卫星 对 然后经过了十年大概到2000年 对 大概就JAMI你说你大概干B那时候 韩国发掘他只有卫星 现在韩国已经可以做100公斤到200公斤等级 完全自制甚至可以外销 可是台湾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然后他们大概十几年前发掘你没有Rocket的话 你没有办法Deliver自己的卫星到你要去的轨道 所以还是要仰赖别人的火箭 对 所以他们大概下定决心大概花了到现在快400亿塔匹 对 然后到2013年大概暑假吧 就成功进入轨道 所以两年前就已经成功进入 那台湾你们是2012年 台湾是原来有打算在2012年要入轨 但是种种原因就不了了之 其实中科院是有这个能力 对 基本上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放弃了 而你们决定把他接起来 然后在那个过程之中 因为我们其实这些老师有参与 有一个团队是在做模拟跟分析的工作 对 透过这个机会了解到这个Rocket这个整本的各种次系统之间 还有整个系统之间 所以我们觉得从在学校开始 因为在学校基本上弹性会比较大 很多东西你可以踹新的东西 很多在公家机关你要踹一个新东西 就是有层层的观察 层层千合 对对对没错 所以就我们这边开始 一开始就有非常小的大概在2008那时候开始有很小的 所谓的Sugar Rocket 一直演进到现在可以做到跟中科院一样大的火箭 是Hyper Rocket 大概是这个过程 OK 所以那个时候是怎么会有这样的疯狂的想法 因为其实做火箭当然是很酷 但是感觉是短期之内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收入 而且一般人听到火箭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后来选定的一个火箭的推进系统 一般有所谓固态然后液态 其实有另外一种被人家长起乎类叫混合式 混合式就是说你的燃料跟氧化剂 然后是事先分开的 所以基本上在实验室非常安全 对 不像固态是很容易爆炸跟TNT 对 这再有一样 对 所以因为我们选定这个系统在学校做非常非常安全 对 然后因为在学校很有弹性 我们模拟分析能力很强 所以我们可以用很少的资源 去做到有一些蛮重大的突破 大概也是这个过程 可是你本来就对火箭有很多兴趣吗 其实 还是只是对研究火箭相关技术的兴趣 其实不是只要 因为大概我们这一群 因为要做火箭这个东西 是有一餐没一餐 对 是有一些机会 但是有时候你也不知道 你这两年拿到了 后面第三年可能就没有了 对 但是因为火箭这种是发展系统 不是一个人可以做 对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堆不同专场的老师 然后一群学生 如果你一般在做计划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下有一下没有 对 这个很危险一下会断掉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些朋友 其实都大概在20年前 其实20年前没有真的说要做火箭 但是我们那时候在美国都认识不同学校 刚好有机械的 有电机的 有航态的 又做结构的 然后做推进的 燃烧推进 那时候就想说 以后回来台湾应该要想办法 大家可以合作 但是那时候没有想到是火箭 但是阴错阳差就是我刚讲那个 胎死腹中的那个 这个火箭 让我们又在一起 后来觉得这个不能放弃 才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 所以20年前是热血青年 觉得未来有一天要一起做一件 那时候大概30岁在念PhD在美国 所以现在变成热血大叔 中年大叔 有点悲哀 但是很热血啊 居然会想要做火箭 可是这个火箭好 那把它射上去能够进入轨道 对台湾有意义吗 当然很大意义啊 因为你看可以想象1957年 对 苏儿的Spoonik进入轨道 对 你知道那时候美国吓死了 对对对 所以你有看过十月的天空这部电影 那时候就描述几个高中看到这个 全美国包括报纸 那时候电视开始有了 整个疯狂在报道 美国有点陷入恐慌 对 苏儿你先上去了 怎么办怎么办 所以然后再带 而且这个 如果你可以入轨代表你很多科技 是非常前面的 对 因为它是一个火车头 像我们现在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现在用的 开始所谓的燃料电池射已经出来了 燃料电池最开始就是 为了火箭 Apro计划出来的 对 所以很多计划都 很多的科技 现代科技系是由太空科技 做领头羊 然后把它衍生出来 太空跟国防科技 常常是现代科技的领头羊 对当然是这样 但是这当然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火箭能够升空之后 要射什么 就是我们要 你可以设一些所谓的仇宅 像你可以卫星 你卫星进去以后 比如说你 你卫星在绕地球 你可以做影像 我们说现在电视 对 这种通讯的 或者影像的 对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它其实以后有一些 potential应用 而且很适合我们这种 现在发展的技术 对 因为台湾你要跟SpaceX做到 送一二十公顿 我想是短情也不大 就是美国 Elon Musk创的那个SpaceX公司 对对对 它主要是要送一两公顿的东西上 对对一二十公顿 一二十公顿 明天会有一个heavy版 是可以送一二十顿的上去的 那所以我们没有要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没有 我想台湾的国力资源 我想不大 人家萤幕就是几十亿美金 这也很难跟他 对 台湾我想不可能 但台湾有一些逆举 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很popular 就像微卫星 Micro Set Micro Set 一般的定义 不是真的微米 它是大概一百公斤以下 一百公斤就算微卫星 对对 然后大概像还有一个叫做Q Set 叫方块卫星或叫Nano Set 大概是用一公斤 大概十公分地方 为单位 你可以组成五个U 六个U 七个U 然后因为这个 其实我觉得跟台湾的 现在电子工业产业很好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是大概198年 Stanford大学开始CubeSake发展 对 然后原来是学生为了 就像乐高这样 对对对 堆积起来 然后你一个Module可以Module 然后以前就是做计划 然后一直做 做到现在已经17年了 对 现在电子工业越来进步 越来compact 对 原来可能要一百公斤的东西 现在可能用三四公斤 你就可以做到 所以它越来compact 但是呢 现在没有火箭专门替Micro Set跟Nano Set 做Launch Service 原因是因为你每次Launch 你的成本太高了 对 所以那些大公司一定是Launch 几千公斤以上的东西 对 它成本才核算 但是现在越来 因为我刚讲这些应用 你可以发射到低空 对 比如说两三百 甚至两百公里以下到八百公里 然后做影像 嗯 这些东西 其实一个卫星一个Unit 大概可能不到一千万就可以做起来 哦 就depend 如果几公斤的level 所以说等于我们没有要跟SpaceX竞争那种大众的大的卫星 但是我们要做这种小的 小的 小的因为现在全世界没有专门为他们做的 所以反而适合台湾 因为反正我们资源比较匮乏 我们反而适合发展这种专门为小的做 我觉得我们的能力做那个应该是在一定适当资源 我觉得一定做得到 OK 所以因为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最近也推出了一个群众募资 对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计划 群众募资 就是因为其实我原来是有国科卫 还有太空中心的一些计划 对 这过去大概投资从政府当外拿到大概四千多万 对 五千万 对 后来 还是很小的钱 韩国投了四百亿 我朋友有两三个朋友 对 又不是投资的 他是全资 大概一千六百万 对 总共大概花了快七千万 对 但是培养出一对 大概六七个老师 对 可以团队合作六七年 然后大概经过学院 大概快上百个 大概去去 有一些比较扣的学生 可是呢 发觉后来计划到去年底 国科 就是现在科技部计划断掉 对 可是这一堆人培养到这么久 非常不容易 而且系统整合 所以不得已 我想不能让他断掉 嗯 后来就脑袋一飘 其实三年前说啊 如果钱真的断掉了 他是不是开个记者会跟诉诸大众 后来事情没那么简单 所以就因为这个贝壳放大 因为可能透过网路 知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 他觉得想要帮忙 然后一拍机就帮我们进行所谓的群众募资 希望可以让这个团队在这一两年以内 让这个团队的战力不要 继续往前走 溃散 然后希望在九月到十月的时候 可以发射一个两节的 混合式火箭到一百公里 做一些科学实验 然后进行他的回收 证明我们有进入太空的能力 OK 好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前瞻火箭中心 ARRC主任 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教授 吴忠欣 跟我们聊到的是 我们台湾自治 可以送微卫星上 未来 未来可以送微卫星上太空的火箭 那最近正在进行群众募资 大家在等一下休息的时间 可以先上网 去搜寻一下前瞻火箭 那等一下回来 你会更了解前瞻火箭在做什么 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来访问吴忠欣老师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科技酒吧 我是你们的店长 杰米林之成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前瞻火箭中心 Advanced Rocket Research Center 英文的缩写叫做 A-R-R-C 念块就是ARC 前瞻火箭中心的主任 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教授 吴忠欣 吴老师 跟我们聊到这个台湾自治火箭 而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我们想要Target是跟 美国Elon Musk SpaceX 不一样的区块 我们想要送的 未来想要送的是 轻的火箭 轻的卫星 想要送到400到800公里的太空 200到800 200到800公里的太空 属于低轨道的太空 那可以有一些影像 一些通讯的运用 星群 主要是星群 你可以同时跑几个这样 可以送很多个卫星的卫星群上去 好 刚刚老师有讲一下 就说这个火箭的历史 主要是你们一群人 看到了这个国科会的计划 中科院的计划被停下来 那是太空中心的计划 太空中心的计划被停下来 他是委托中科院设计制造 我们有一个团队全部是老师 根据设计资料做模拟跟分析 可是这件事情你们去接的时候 你们自己本身应该都已经有自己的研究方向 当然是 那那个时候你是谁的主意 怎么说服大家 这个是太空中心有一位陈燕森博士 他应该算台湾的国宝 他一个外号叫火箭王子 他其实在NASA大概快二十几年 就是阿拉巴马那个Montbrank 就是美国的那个Marshall Flight Center 对 美国要是没有这个地方 没有这个Montbrank 其实就没有现在的太空工业 对 Montbrank就是二次大战 美国去德国抓过来的一个最重要的 非常smart的人 对 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外星人 然后美国会做阿波的机会 就是他说服John Kennedy John Kennedy不是在1951年发表一个 我们在9年要上太空 就是这个人去说服他 这个人是非常smart的 所以他说服他说我们有机会 对对对 再追赶上苏联 对 那时候苏联还没有 他是1951年宣布 但1957年苏二先上去 阿波讲说他是1961年 所以1957是苏二先上去没错 对 先送卫星 对 后来苏二也是第一个送人在绕地球 对 然后后来美国19 他看的不行了 所以1961年他才宣布 我9年内 要上月球吗 送人到Montbrank去 对 对 所以是他 对 然后他是一个始作俑者 对 就害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同学在 我们朋友在开玩笑 没有到火星 然后停不下来 对啊 就是这种东西 现在伊朗曼斯的确说他要去火星 对 伊朗曼斯他的business model是很聪明的 对 他要拿钱到火星他拿不到 对 但是他透过跟美国 因为美国这种他本来太空就很强 对 然后他运送物资到 啊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就国际太空战 对 然后他拿到大概台币六七百亿的计划 对 透过这个过程他可以 scale up他的火箭的能力 嗯 然后去甚至他现在要回收火箭 对 他透过这个business 但他目标是十年后 大概二零二五年吧 对 他想要送人到火箭 对 所以他利用这个来build up他的技术能力 所以他先帮美国太空众送人到国际太空战嘛 商货物到国际太空战 然后靠这个来赚钱啦 等于说 而且培养技术 赚钱顺便培养技术 然后才有机会 十年之后可以挑战 cubic火星 你一下子又跟他要钱到火星也不大可能 OK respond 所以那那我们在台湾 我们想要靠发射微卫星上轨道 或者内米卫星 内米卫星上轨道也可以赚钱 你真的是可以 因为现在我刚讲就是 我可能沒有講清楚 大概在一百公斤以下 或者甚至你像那個現在一個公司叫Skybox 他給Google Plus Google買去 對他就是要送二十幾顆 大概五十公斤到一百公斤的衛星 形成星群 對然後不是應該我忘記高 大概幾百公里高 然後做一些影像的東西 對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可以送一個大概五六公斤 對我如果可以五六公斤大概七八百萬 我如果送個五十顆大概兩億多 兩三億 然後加上Launch的Cost 大概可能三億四億就可以 然後你有五十顆 譬如說你在台灣上空 你同時有大概有十顆 你這個軌道可以控制 對有十顆照著你 而且很低 對因為各位知道 現在影像衛星大概都是六百公里到八百公里 像台灣的浮衛是大概是六百六百多公里 對還是八百多 八百多公里 對然後因為你一高的話 因為你也聽到人家講這個影像的解析度 什麼一公尺兩公尺 對你可以想像如果地球越高 你稍微你控制的穩定性稍微不好 你地面就偏差很大 對或是解析度就不好 對如果你在低一點 譬如到一百多公里甚至兩百公里 你這個所謂的光學一些 他的品光學的一些儀器 你就可以用比較低階了 對譬如像台灣很厲害的CMOS 對CMOS跟10年前 CMOS現在是比CCD差 但是那CMOS已經影響很多 而且台灣很多公司CMOS是世界最leading的 而且成本很低 對對對 所以如果你低你可以把用你的感測器 那些光學可以用比較差 那現在很多一些 節省成本 對節省成本 然後你noach不是那麼高 你noach成本又低 對 然後而且你你現在可以透過星群的方法 可以把一些不好的data 把它融合變成是很好的資料 所以這樣看起來 台灣在這塊我覺得是很有機會 所以這是有可能有business model的 然後也你的朋友也說服你的 剛剛講的這位陳博士是不是 那時候沒有想這麼遠 因為現在這幾年的發展 衛星越來越小 電子工業進步太快了 對 所以現在已經有人提出在一百六十公里 到兩百多公里 這是非常低空 那所以我們現在預期 如果有足夠的funding的話 多久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希望五六年我可以 我是希望五年到六年 大概五年後 如果funding夠的話 我希望我們可以送五公斤正式入軌 入軌那個能量非常非常大 一秒鐘如果你練過國中或高中武林 大概要在低軌道 大概要每秒鐘七點六公里 能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要一個很大的推進速度 才有辦法入軌 一個是兩節或三節 所以不只要射出去太空 還要能夠推進到軌道裡面 到你要假設到兩百公里 速度還要能量很大 而且可以做推力控制 跟方向控制 所以可以精準入軌 那我們現在有在像 Elon Musk這樣想火箭回收的事情嗎 還是我們成本比較多 有Eventually我們是希望可以建立這種能力 因為我們現在發展的火箭的技術叫混合式 混合式你想像就是如果是液態引擎 就兩個都是液態 燃料跟氧化劑噴進去 對 固態就是我們小時候那個沖天炮 那很容易爆炸 對 就是把你氧化劑跟燃料混在一起 對 那只要稍微有裂風就會爆炸 就是跟之前那個上太空的太空船爆炸是類似的 O-ring的那個事件 對對對 沒有那是液態 那是液態 然後我們發展的混合式 什麼叫混合式就是我們的燃料是固態 就像你的汽車輪胎 或者台灣很厲害的色素成型這個PE 什麼聚乙烯 然後氣態我們現在用的是效器 所以這個是到現場的時候才灌效器 因為你是輪胎這種東西 你怎麼摔其實它都不會有裂風 沒有危險 在實驗室都沒有危險 到現場你再灌效器 對 然後用發門控制效器的流量 對 所以你控制效器流量越大 它推力就越大 然後它流量小就越小 所以你可以做推力控制 對 所以我們可以做精準的入軌的火箭引擎 這個固態是沒辦法 所以我是根據控制效器的流量 可以控制火箭推力的 對對對 大小 這個液態類似 類似液態的 所以就精準控制到7.6公里 每秒鐘 對你可以控制你的速度 還有你的要去的位置 對 軌道 可是固態沒辦法 固態你一點燃以後 就從頭燒到尾 所以我們現在在網站上 做這個群眾募資 其實還沒有辦法 一口氣到那邊 還差一個零 好 所以我們現在募的這個姿勢 想要到下一個階段 對我們現在募是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團隊 六七年來 對 花了六七萬但是已經斷摧 我們是真的不甘願 因為除了我們自己這些中年大樹不甘願 這些小孩子我覺得是台灣的寶 你訓練到這種程度已經 你在美國這些 他PhDBA可能是年薪三四百萬 對 可是台灣可能會找不到工作 或者你到某些 我可能不能再講廠商的名字 到某些廠就去按按鈕 真的是浪費國家的人才 對對對 所以真的是想要替他們殺出一條路 所以等於說這次募資的錢 主要是要付這些年輕的薪水 對 我們希望在9月或10月的時候 我們可以demo 我們進入太空的能力 一個兩節的火箭 這火箭大概45公分 然後大概9公尺高 然後可以進入100公里 所以這次募資 雖然說會有一筆錢是付這些人 那我們要一起做出這個兩節式的 可以上100公里的火箭 這些當然要錢 好 那這個是 所以因此要募這筆資金 那這個群眾募資 這是現在目標是需要募到1600萬 那現在進度已經有200萬 這個任務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我們台灣的未來的發展 這個火箭技術絕對是一個 國力發展跟科技發展的火車頭 不管是說這個火箭發射上去 以後可以發生衛星 可以去增加台灣的競爭力之外 從發展火箭之後 發展出來這些技術 未來可能都會變成各行各業的 需要用到的技術 那其實說真的 贊助1萬塊 不只是可以贊助這個台灣的國力 還可以得到一件非常酷的 ARC的工作服 連身工作服 連身工作服 你就覺得自己好像在 橘紅色的非常酷 你去看一下照片 非常酷 很像太空總署工作是一樣的 那說實在你說1400萬 剩下這金額很多 其實如果有1400個人 都能一個人買一件工作服 我們就可以達到目標了 我們就可以射出一個 兩截式的火箭 到100公里的太空 大家現在趕快到ARC的網站 看一下參考一下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台灣未來發展 一個很重要的里程標 然後這邊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來問問 吳教授未來ARC有什麼計劃 歡迎來到98新聞台科技98 我是你們的店長 杰米林之誠 我們今天在聊的是 非常厲害的科技 在英文叫做Rocket Science Rocket Science就是很 很難很難的科技的意思 但是這個很難很難的科技 不代表台灣不應該挑戰 在台灣有一群人 他們一直默默的在挑戰這個科技 就是前瞻火箭中心 Advanced Rocket Research Center 今天請到前瞻火箭中心的主任 也是交通大學接工程系的教授 吳中信 吳老師 剛剛跟我們聊到了 我們過去ARC 過去發展的歷史 一些可能不幸的歷史因素 反而讓你們把這件事情 接手起來做 過去的算是三年的時間 也做到一些進度 目前正在準備要 下一個階段要做到一個 能夠兩截式 兩截式發射到一百公里的火箭 那之後呢 還有什麼階段性的任務 才能達到我們的火箭 可以上到兩百公里到八百公里 Long Term來講 比如說 這其實跟資源有關 資源其實就是等於錢 如果說我們在未來 可以募到三億到五億 然後大概可以在四年到五年之間 發展出一個兩截或三截火箭 進入到譬如說三百到四百公里 然後可以Deliver大概五公斤的Pay 各位知道 所以聽起來五公斤很小 但是你在那個地方 你速度 第三截的 譬如說第二截第三截火箭 你要達到每秒鐘七點六公里 這個能量是很可怕的 所以這個是需要很大的資源 不像我們現在 有一點是滴哥到菜 滴哥到菜的 發射場其實都是臨時搭的 然後地表是不平的 然後甚至我們以前還差一點 晚上去看發射場為了怕下雨或幹嘛 差一點被蛇咬到 剛好一個朋友他打指甲 他覺得晚上很舒服 再走 哇差一點嚇死了 可是可是你剛剛說三億 對你們來講聽起來可能是很大的資金 可是你如果去看 你剛剛講南韓花的錢 或者是美國花錢 四百億 其實是很小 為什麼人家要花那麼多錢 才能做到的事情 我們可以花三億 台灣人是特別節儉還是 不是我覺得 可能台灣的第一個 台灣的 可能不能批評證 要再批評一下 那就不給我錢 就是說基本上他們做事比較有決心 然後他們布局會從上中下游 因為台灣跟韓國人看得出來 一開始是在90年 1990 因為我95到98在太空中心上班 所以他95開始都同時發 都開始發展衛星 想要自己做衛星 對 可是韓國到花了十年 他就可以自己做衛星 幾乎所有 他現在已經可以做一百公斤 多到兩百公斤的衛星完全自製 他甚至可以外銷給 新加坡跟其他國家 已經可以做出來 可是台灣到現在其實還沒有辦法 完全百分之百自製 可是他後來發覺你有衛星沒有衛星載具 就是火箭的話 對 你其實你這個整個布局還是受到限制 對 所以他們決心 大概十幾年前開始又花到現在快三四百億 是啊 可是他們他們 但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必須要花這麼多錢 對 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你的團隊可以花三到五億 就做到類似的事情 因為我們的推進系統不大一樣 我們的推進系統是叫混合式火箭 對 混合式火箭相對於固態跟液態 在過去這些太空牆口的發展過程是被忽略掉 對 這是最近這十年到十幾年 對 才開始又被被翻出 對 這個我可以舉個簡單例子 對 就是說你固態異態你這個國家都做得很好的 對 這已經可以達到你任務需求了 對 你這個國家不會再花錢去做新的技術 新的技術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這個hybrid hybrid car 在大概 因為我在Michigan念書 And Albert那邊隔壁到一個小時 就是Detroit Detroit就全世界三大機車廠 對 GM 通用 Chrysler 對 他們大概七年年代八年代 其實已經把hybrid car的prototype都做出來了 對 這電池這四五十年來其實沒有 沒有什麼變化 沒有進步很大 對 對 絕密是化工系的很清楚 但是汽車引擎 基本上效率當然有增加 對 但是基本上都一樣 那時候已經技術已經ok了 已經成熟了 但是為什麼沒有推 第一個 那時候石油太便宜了 對 第二個 因為原來整個是汽油引擎的 這個下游中上游工業 這個團體太大了 他不可能switch到hybrid 記得利益者太多了 你如果睡到hybrid 很多人沒飯吃 你會被殺掉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這樣做 可是現在為什麼hybrid 第一個油越來越少 depretted 第二個 就是環保問題 對 然後你沒有走向那邊不行 還有日本他其實是能源依賴國 對對對 所以他希望減少他的能源依賴 對對對 是Toyota把hybrid技術真正實現的 對 Toyota甚至今年應該推出那個fuel sale car 對 這個我想是有 所以台灣有機會做火箭裡面的Toyota 剛好那個空窗期他們沒有做 對 然後我們有一群人剛好在外面 我們認為我們推進技術做得相當的不錯 ok 所以我們的前瞻火箭中心 台灣人自己自己成立的 對 在交通大學 在交通大學 Avance Rockets Research Center 簡稱ARRC 現在正在為台灣想要研發出我們的第一支 可以送數十到一百公斤的微衛星到 就是long term 到低軌 希望五年後可以做到五公斤 好沒問題 反正long term 我們希望做到能夠 對 微衛星可以送到低軌的軌道的火箭 那第一步需要大家幫忙 他們現在正在群眾募資 對 希望得到大家贊助 那募款的金額是一千六百萬 那現在的進度是兩百萬 所以還有一千四百萬 但是沒有很多 希望大家節目之後都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ARRC 真的去關心一下這個對台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吳老師最後有沒有一兩句話 想要再跟聽眾朋友說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在做的工作 其實這幾年做下來感覺就是 我真的學了很多 其實我們在學校的老師 台灣的老師大概都是做次系統或者做component 但是這個火箭真的是一個團隊的 整合的 整合的 一個整人你需要引爆的專業非常非常多 然後一個國家我覺得可不可以強 是看整個系統的整合力 不是看你的所謂的關鍵零組件 而且台灣因為這種代工的思維非常嚴重 如果不跳脫這個的話我想台灣代工以後 Longton是沒有辦法跟對面或任何其他 比較後來國家去競爭的 所以發展先進 發展火箭不只是發展先進的太空科技 也是發展先進技術 同時也可以展現我們的整合能力 整合能力跟我們的自信心 我覺得老師說的非常好 請現在就上ARRC的網站去關心一下 這個非常重要對台灣非常重要的project 最後謝謝吳老師來到我們節目中 我們節目中